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叫做人脸识别 人脸识别在最近一两年当中 是比较火爆的话题 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 像这种基于人脸的相关应用产品 一个人来阅读 比如现在我们可能就坐个火车 到高级检票的时候 它就需要用到人脸识别 然后各种摄像头监控 其实都用到相关的识别检测技术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个 基于一个开议员的项目 它的名字叫做Face Recognition 从它这个项目名称 也应该知道 它就是一个做人脸识别的 这么一个工具 我们大概扫一下 因为这个项目 我原来是在GPU上跑过的 但是现在因为是Mac系统 所以没有这一块 跑CPU的话 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但它的速度会慢一些 它项目主页是这么介绍的 它是世界上最简单的GPU Python的这个人脸识别库 然后它是在这个深度学习框架 这个DLAB这个基础上去做了一些整合 DLAB本身它也是官网的数据 是说在这个LFW这个数据计算里 有99.38%的正确率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是这个Face Recognition 它提供了命令行的工具 比如你在安装这个工具包以后 你可以在这个命令行里面进行操作 就可以先提大概的先体验一把这个识别吧 安装方法非常简单 还是用这个PIP去安装 然后或者说你是从这个原码去安装 因为它这个原码是投广在这个Github上面 就这个 它目前的话已经有两万 接近两万1771个Star了 然后Fog也非常多 比如说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就作为一个初学的计算机思觉 然后或者说人员识别相关的这个领域的 入门的一个项目是非常不错的 很有激进的意义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工作流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它怎么样从照片啊 或者说从这个视频流里面 怎么样去找出一个人的领 然后呢怎么去判断这个 这张脸是属于谁的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小声音观看 那首先呢是找出给定这个图片中包含全部脸的位置 这个呢 它是通过这个D-Lab它的一个模型去来实现的 你看它给的这个例子里面像后面这个人 就奥巴巴后面这个人 其实挺模糊的 它这个也可以把这个脸给抓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代码怎么写啊 就是酷导电来 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load某一张图片 就是这张图片 然后呢通过这个face location这个方法呢 来找出这张图片中这个脸的位置 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列表吧 然后第二步呢 找出脸 每一张脸以后呢 就接下来就找出每一张对应的这个 人的这个眼睛 鼻子 嘴巴和下巴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特征点啊 D-Lab里面呢 它有两个比较 证明的这个模型 一个是这个五点 五个点的 然后呢 是有一个68个点 五个点的话 一般就是可能就它的准确率会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速度非常快 六四八点呢 就是相对来讲 它可以做比较准确的这个检测跟识别 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 face landmarks 这个是主要检测它这个特征点啊 这个函数 然后接下来以后呢 它就开始进行识别了 识别呢 其实就是最后一步 因为之前都是属于检测 就是说识别的话 就是看这张脸到底是属于谁的 在这个face recognition这个库里面 它就是它是用的是欧式距离啊 欧式距离的话 可以因为欧式距离之前没有提过 后面的话我们看看再出一个视频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欧式里的这个距离啊 它是通过这个距离来确定这张脸是不是 是属于 具体某一个人的 它就这么一个算法 这个其实也是最简单的一种算法 那行那我们这边呢 看一下它这个底下代码 就是说它这边可能就找出一张 已经确认是某一个人的一张图片 然后呢把它楼顶进来 就是一张认识的 然后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是不认识的 它作为一个不认识的 就是一个node跟一个unknode 然后最后呢进行一个比较 就比较这个 嗯 以致的跟一个未知的人的一个 嗯 这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比较 嗯 因为呢这个 它项目本身呢 有一些例子啊 我们后面再去看一下 嗯 然后呢 它最好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它提供两个 两个命令行的工具 一个是face detection 跟一个face recognition 嗯 从这个名字应该能看出它干嘛呢 就是detection呢 它就主要是做一些检测的 就是啊 图片中的一个脸的 就是能够能够把它给检测出来 然后呢 这个lock ignition呢 就是把它给消避出来 嗯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吧 就是比如说 嗯 我们这边也去装一下 比如说我 tepper instorms clg1 安装一下 简单 跑一跑 啊 这个我已经装过了 装过的话呢 应该是已经有这个工具 detection 我们看一下它能实现什么功能啊 help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看一下这个中间option 嗯 对这个是cpu 就是说你用cpu用几个核来做变形计算 然后model model 其实这个里面有两个 这边有提到一个是hoj跟cn 嗯 hoj呢 是在你在只有cpu的情况下去使用的 然后它的它的优点是速度快的 但是缺点是不够准确啊 然后cn呢 嗯 就是在你有这个gpu的情况下 就是你一般你选择用cn 这样的话它的整确度会高一点 呃 但是呢这个速度呢 相对hoj来讲呢 就是会慢一点点啊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慢 就是它能干这么些事情啊 随时detection 然后再看一下 phase recognition 嗯 我们也同样hap 那这个是一样啊 嗯 tolerance呢 tolerance就是说 嗯 你去做这个脸部设计的这个比较的时候 比如说我比较这两张 这两张脸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的脸啊 嗯 这个是它的一个叫做什么 叫预值吧 预值 就是一个threshold 这个预值 呃 某种情况下是0.6 那就是说你这个越低呢 就是 嗯 嗯 对吧 if you get multiple matches for the same person 越低就是越苛刻 应该这么讲啊 就是说你的比较条件是越苛刻 嗯 越高的话就是你可以松散的 就是可能你越高的话 这种错误力会更高一点 然后show distance 这个是 嗯 就是它这个波子啊 就是说是否 啊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欧视距离 是不是把它的欧视距离给显示出来 这个你要你要看的话 就把它把它制成chew就行 那行 它就其实就这两个工具啊 你可以去嗯 玩一下 我看一下底下有没有例子吧 嗯 那作为人员识别的话 特别是你要做识别的话 你肯定要有一些预先的数据 就比如说 呃 你知的某些人的一些图片 你要先给到文 那我才能给予这个 你这个数据来跟 来对位置的这个图片来进行比较 那它这个例子是怎么样呢 就说你嗯 嗯 把一些嗯 已知的人员的信息 放在嗯 这个 独立的文件夹里面 然后 嗯 每一个人的图片 把它的名字来命名 然后将需要识别的放在另外一个文件夹中呢 那这样我们来操作一下 那嗯 我们 我看一下啊 这边应该有一些数据啊 啊 我已经先准备了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 嗯 就是我自己的 应该是空的 嗯 然后这里面是周星池的一些图片 就是我是从网上当下来的 那这样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有多张啊 那这个他只只有一张我们这样 嗯 我们把这个 听见一个文件夹 想做 可以 嗯 嗯 然后呢 再把这个周星池的表面 我们先选择吧 选择正面的 嗯 嗯 这个就 冬年以后的这个周星池啊 年轻时候还是很帅的啊 嗯 看一下找哪一张比较 来就要不就拿这张吗 这个是大话喜有里面的 这样我们把这张 给Coppy过去 Coppy到这个No里面去 嗯 嗯 然后给他命名 重新 就是你他叫什么名字 你就叫他学成什么名字 周星池 OK 那我们再找一个刘哲华的 我这个是找的这张刘哲华的图片 就这个好了 把它也靠到这里来 刘哲华 接下来重新命名下 刘哲华 ok 那我们这个已知的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再准备一个 文件夹叫做 就是带检测的一些图片 所以丢在这个 한번 모里面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 刘 一辆 一辆塞的那就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选的 然后这样我们要把一大区都靠过去 靠错了 然后把周星驰我们选的是哪一个 看下大话西游是吧 ok 然后我们把后面几张都靠过去 这样我们带检测的地方应该有9张照片 这样的数据就准备好了 这样我们回到这个命令行 进到这个download的文件夹 这里面有一个no跟一个onno 那我们看它怎么写的 就是进行检测的话 就直接使用命令 用这个命令行 face recognition 然后跟上k 跟上no 这个文件夹 再跟上onno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预指吧 tolerance 0.38 我们看到能不能把它识别出来 因为这个是CPU的 就有点慢 那我们看到就是onno 这个周四点JPG 它认识是周星词应该是对 然后刘呢 它这个地方也没有认出来 就是onno person 周五周星词也是对的 然后刘一 这个也不对 周的话周星词对的 刘四刘德华 这个是认出来了 然后周呢on person 刘呢on person 基本上如果是周开头的 都认出来了 然后刘德华 有几三次没有认出来的 这个就是它大概的效果 当然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 比如说我0.38 调整这个值 来看一下它差异 到底有多少 因为0.38 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数据 那么看对比一下有没有这个变化 就onno 好像没有变化 这个认出来了 就是原来这个刘一 刘一 原来是onno person 现在刘一是刘德华认出来的 就是这个这个值呢 就是要根据你的项目的实际情况 来进行调整 那它这个基本使用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在线下再去自己去玩一下 这里面就看到 如果说你不设这个预值的话 它这个识别率是非常低 就是在实际情况下 你还需要根据这个情况 来实际调整这个预值 那行 打开 好看下面啊 因为我们这个点点CPU 我们还没有用的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看它到底有没有效果 因为CPU的话 我这个Mac的话 应该是有四个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速度变快 那好像没有特别明显啊 那这个我们不管 这个如果 因为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你真没有去做这种人员识别 我们一般都是会跟CPU配合起来使用的 纯CPU的应该是不太可能去 去做这种服务的 那行 那我们底下还有一个叫做KUN分类器 KUN呢 它是叫什么 K最近邻居吧 你看这么讲 它是通过测量 不同特征症之间的距离进行分类 实际上的话 就是如果在一个样板通空间里面的 K一个最相似的值 来 这个样板中 大多数属于某一个类别 就该属于某个类别 通常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经验值啊 通常不大于二十二十的一个整数 这个后面呢 我们也出一个视频来讲一下 讲这个KUN分类器吧 然后这边呢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它怎么用啊 那 就是在实际的项目中 怎么样去使用这个Face Recognition 这个库呢 那一般都会 就是说会自己去做一个分类器 就是把一些 当前已知的人员信息 它把它做成一个分类器 然后后面呢 再做一些 在进行图片处理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分类器里面去进行一个识别了 那它主要 就是这个库呢 它也是基于这个KUN算法来实现 在它这个代码圆码里面呢 它有个例子 就是这个基于KUN的 那我们这边就主要看一下吧 它这里有个训练的行事 就是它怎么去训练这个 这个分类器啊 训练 我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训练数据它的一个 就是结构 比如这是你一个训练的一个目录 然后底下是人员信息 这个人员信息呢 就是你同一个人 比如说单三 它是允许存放多张图片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样的 一个人的信息 张三一个文件夹 李四一个文件夹 那么 我二马子啊 有另外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 就是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你一个人员的话 图片越多 它的识别率应该是越高 准确率也是越高的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啊 如果你是仅仅是一张图片的话 这个就比较依赖这张图片的质量了 如果你是完全正脸的话 就测证各种测证比较明显 这个可能效果还好一点 如果是你稍微有点测脸啊 或者说测证间有点点遮挡的话 这个效果就比较差 所以你真正在做这种项目的时候 建议啊 还是建议说你这个 做分类器说这个原始数据 就尽量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呢 它这个函数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你最后生成的分类器的 这个模型 它的存放路径 然后这个邻居的数量 这个 然后是这个什么 是否这个显示 应该是那个什么 嗯 这个 跟那个打印差不多吧 也是 然后它在就是针对每一张图片进行处理的时候 就是先把这个图片露进来 然后找到这个 它的一个一个一个人脸框 就是叫做bonding box bonding box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移植的脸都给它 嗯 存放起来 啊 这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嗯 kn nable classifier 这个函数 这个是它做分类器的一个 主要使用的一个函数 那最后就生成这个model了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去使用这个这个model啊 使用这个model呢 首先把它给load进来 然后呢 嗯 也是 也是先把你这个需要进行识别的图片先load进来 然后找到它这个face location 就是它的这个确诊点 然后呢 trace encoding 把这个音 嗯 再编码一下 然后还是通过这个 nable 就是它这个叫这个 这个对吗 就是它模型的一个可以nable 找到它这个最近的距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给它是一个 嗯 这个 就是欧式距离的一个slash hold slash hold 就跟刚才咱们用的 用的这个tolerance 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这个 刚才的那个distance啊 这里面的distance 就是跟这个tolerance tolerance 是一样的 是一个意思啊 然后最后 最后返回 返回的是一个 如果有多张脸的话 就是一个列表啊 就是 如果是 未识别的话 就是一个enable 如果识别出来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这个person 这个name 比如它识别是person1 那就它 person2就不差 就张张王5 好啊嘛 Coda加速 加速的话 比如说你要用这个GPU加速的话 那你首先是要有显卡了 是吧 比如说现在这个n卡 然后呢 它是依靠于dLab的 所以呢 这个 嗯 除了安装这个Coda以外呢 还要再把这个dLab也编译 编译成GPU的版本 这个呢 我原来那个有篇文章 这个讲到这个怎么去 就是在这个dLab怎么去使呢 这个Coda 就是你在这个两者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 在这个face recognition 才能够使用这个GPU的加速啊 那加速跟不加速呢 这个区别之前我们讲到了 就是一个model选择的问题 如果是你CPU的话 你就选择去OG 如果是这个有GPU的话 你就用这个CN 那前面我们讲到的都是这个图片 它是识别图片 那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识别这个视频啊 那比如说摄像头 摄像头的话 那一般都会跟用这个openCV来去做一个 嗯 结合来来处理啊 那像CV里面它就有一个 打开是打开这个 嗯 这个就这里面是摄像头啊 就是video capture 或者说这个IP camera也行啊 那它基本的步骤是这样的 就是openCV来读取 摄像头的每一帧的数据 然后进行缩放 这个缩放 这个缩放的话 嗯 直接看 看效果 看你需要的效果 因为如果说你不影响 最后的识别效果 你缩放一下 可以加快这个处理的速度 然后是颜色空间转换 因为这个openCV里面 它使用的是 这个BGR的这个序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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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 Recognition里面 它用的是RGB的啊 所以呢 它这个需要做一个转换 那最后呢 最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步骤就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检测 就是FD跟FR 检测跟识别啊 那这个例子呢 跟上面应该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不讲了 那这个视频呢 其实就是它后面会有个歪循环 然后把每一帧都读出来 然后再送到这个 送到这个库里面去进行检测 然后检测完以后 再下一帧 这我就不讲了 OK 那 这个呢 就基本就结束了 那今天呢 主要就是 让大家来实 来简单 认识一下 整个去 去做这么一个人能识别的一个项目 因为现在 嗯 其实使用的非常多 这个呢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识别方法 而且呢 现在这个方法是越来越多 那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 拜拜